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大家都好诚实啊 全都是爱美的 所以我很相信呢 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朋友都是爱美的帅哥和美女 即使你以前不是帅哥和美女 那么从今天开始 当你了解了我们爱多美的产品之后 用了我们爱多美的产品之后 不久的将来呢 肯定也会变成帅哥美女 那说到美呢 了解我的伙伴 我的伙伴们都知道 我是超级无敌的爱美的 非常非常的爱美 从小呢 我就会研究很多美容护肤的这些方法还有技巧 也收集很多这些美容护肤的资讯 也上过很多美容的课程 虽然我不是专业的美容师 但是呢 也绝对是一个专业的美容达人 真的花很多时间在研究怎么让自己变美 曾经有人说过 我可以长得不美 但绝对不可以不爱美 大家知道这句话谁说的吗 猜对了有讲 这么厉害 都能猜到 是我讲的 没错 我在中心讲课的时候 每次都会讲 我可以长得不美 但是我绝对不能不爱美 绝对不能不用爱多美 那为什么要说我们不能不用爱多美呢 当你了解了我们的产品之后 你不用 你会觉得你 真的是此生都会觉得遗憾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爱多美产品这么好 那说到护肤呢 我先跟大家就说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护肤的三个很重要的步骤 第一就是清洁 第二呢就是保养和修复 第三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防晒 那我们很幸运 爱多美呢为我们预备了 我们所需要的 所有的这些产品 那我们有我们最好的 清洁四件套 然后我们的洗面奶 我们还有一支洗面奶 我们爱多美的这个非常棒的清洁产品 是清洁四件套 对 好 谢谢 清洁四件套 这四支呢 是可以让我们在家里面 做一个像去美容院一样的这样的护理 那我们这四支产品里面都有什么呢 第一 这支非常非常好的 Deep Cleanser深层卸妆膏 也叫深层截面乳 这个产品怎么使用呢 我们把它挤出来 挤出来是这样的 像cream一样的 膏状的 那然后呢 我们把它涂在脸上 涂在脸上之后 过两三分钟 给它一个乳化的过程 这个乳化的过程呢 它是可以渗透到我们的毛孔里面去 它把我们毛孔里的这个黑头 还有这个肮脏的污垢 可以导入出来 那两三分钟之后呢 乳化之后 它会变成完全透明的状态 透明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再在脸上 做一个这个按摩的动作 轻轻地按摩 可以导出我们的这个黑头粉刺 里面的这个肮脏的这个污垢 那化妆的女士呢 我们在使用这套产品的时候 先用在我们的眼部 还有我们的这个唇部的妆 先卸我们眼部和唇部的妆 第二步 再卸我们脸部的妆 那很多男士说 你这个是卸妆的 那我就不需要用了 其实错了 男士更应该用 为什么呢 因为男士 他的油脂分泌 皮肤的油脂分泌 非常地旺盛 所以这个油脂分泌旺盛呢 它很容易堵塞毛孔 所以我们男士是一定要用 这个深层洁面膏 它可以彻底地清洁我们毛孔里面的污垢 就是可以帮我们彻底清洁 这个毛孔里面的污垢 所以男士一定要用 什么时候用呢 每天晚上回到家 你不再出门了 你洗脸的时候 在洗脸之前 先用这支深层洁面膏 用完这支深层洁面膏之后 才用我们的 谢谢 这个深层洁面膏 我们在按摩之后 我们拿棉花片 或者是轻柔的纸巾擦掉 不需要用水洗掉 只是轻轻地这样擦掉就好 那么它呢 也是一支很好的按摩膏 那么就是说 它可以在我们的眼部 就是做这个按摩 可以帮助我们这个黑眼圈 淡化黑眼圈 我们轻轻地在眼部做按摩 可以淡化我们的黑眼圈 它可以加快我们的血循环 加快我们的新陈代谢 所以它也是一支很好的按摩霜 除了有卸妆的功效 还有很好的 帮助我们淡化黑眼圈 用完这支Deep Cleanser 我们的第二支清洁产品 就是这支Foam Cleanser 看它的名字就知道 泡泡洗面奶 所以洗之前一定要记得先打出泡泡 很多人在用的时候挤出来 直接往脸上擦 这种方法是错的 那可能洗完了以后觉得脸上会有一点干燥 实际上是方法不对 那这个产品怎么用呢 我们是要加水挤出来一点点 因为它是三倍浓缩的洗面奶 所以用的时候呢 一点点然后加水 慢慢地加水 然后打出丰富的泡泡 我已经请我的伙伴把泡泡打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打出来的泡泡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洗面奶要加水 打出这样的泡泡 非常地绵柔 很细腻 很绵柔 然后呢 我们这样子 它的紧密度非常好 密度非常好 它非常地细腻 所以可以渗透到毛孔 泡泡越细 它越可以渗透到我们的毛孔里面 清洁 清洁得非常干净 谢谢亲爱的 那么这个泡泡洗面奶呢 什么时候用呢 用完晚上回到家 我们用这支deep cleanser deep cleanser就是深层洁面膏 之后就是这支泡泡洗面奶 这支泡泡洗面奶呢 里面含有这个酵母 β-普吉糖 有很好的保湿效果 所以呢 打完泡泡之后再洗脸 它是不会带走我们脸上的水分 同时给我们的脸上皮肤保湿 所以泡泡洗面奶实际上用完之后 是不应该有紧绷的感觉 干燥紧绷的感觉是不应该有 如果有的话是肯定你用错了方法 所以一定要记得打泡泡 那同时我们这支洗面奶呢 它里面还有一个成分叫醋酸柔体 这个醋酸柔体呢 是可以平衡我们皮肤的这个PH值 那健康的皮肤啊 皮肤最好的状态 PH值是4.5到6之间 如果皮肤的PH值呈碱性 那么皮肤会干燥 呈酸性的时候呢 皮肤会出油长痘 所以PH值非常重要 那我们这个泡泡洗面奶里面的 这个醋酸柔体 可以平衡和调节我们皮肤的PH值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坚持使用 尤其是有痘痘的皮肤哈 多用两遍 嗯 那用完了我们这支泡泡洗面奶呢 到了我们的第三支 去角质凝胶 这支去角质凝胶哈 真的也是我用过的去角质产品里 真的是最棒的 我也是我的皮肤哈 也算是用过各大品牌 那在遇到爱多美之前 也是用过很多产品 但是遇到爱多美之后 我发现这支去角质凝胶 真的是最棒的 那在我分享美容产品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人 他们没有用去角质产品 他们在用这个清洁产品的时候 洗脸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用去角质 其实去角质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你没有说 就是说没有去掉你的这个老化的角质 废物的时候呢 很容易造成毛孔堵塞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加哈 我们的角质层越来越 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自然的这个代谢和更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用一些去角质产品 帮助我们老化的这个角质更新的 那如果没有用去角质产品呢 你很容易毛孔堵塞 肤色会很暗沉 没有光泽 那你回去照一下镜子 你看你的脸 脸色是没有什么光泽的 那通常呢可能是没有用去角质产品 还有最最重要的 当你没有用去角质产品的时候 你接下来所使用的这些营养品 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吸收的 所以去角质产品非常重要 那它怎么用呢 挤出来在脸上 这样子薄薄地涂一层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凝胶状的 薄薄地涂一层 那大概过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我们就轻轻地给它这样子揉搓 就可以看到那个角质 慢慢地可以这样子脱落 去角质产品不需要用太长时间 不要用太长时间 三分钟之后差不多就可以洗掉了 就可以搓掉了 那么去完角质之后 大家知道我们马上应该用什么产品 去完角质之后 我们爱多美的这个去角质产品 它里面也是含有这个柳树皮萃取物 还有葡萄柚皮的萃取物 非常的保湿 非常的温和 敏感皮肤都是可以用的 那么用完去角质产品 大家知道应该马上用什么产品吗 对了 也肯定是在我的中心上过我的美容课 是的 去完角质之后 瞬间赶紧给皮肤补水 去完角质之后不要再用洗面奶 千万不要再用洗面奶 这个时候你的皮肤毛孔非常的清洁 而且毛孔都张开了 非常的干净 这个时候要给皮肤瞬间的补水 我不管是用哪一套补水产品 马上给皮肤喝水 那个时候你的毛孔 可以瞬间吸收很多的水分 所以去完角质马上补水 那我们爱多美的这个产品 刚好就是它的顺序 就是深层洁面 form cleanser 然后是去角质产品 确然角质之后 我们呢其实这边是 给我们的皮肤 马上用上我们的营养品 保养品修复 之后采用我们这支撕拉面膜 那我们的撕拉面膜呢 它的主要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帮助我们皮肤紧致毛孔 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的这个 这个营养品 所使用的营养品更好的吸收 所以当我们想瘦脸 微脸的时候 我们这样从下 从下往上这样子涂抹 涂抹之后呢 它可以就起到 美白紧致的这个功效 它里面含有这个软玉粉 软玉粉呢含有八种矿物质 可以给我们皮肤 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些矿物质 还有营养成分 它可以给我们皮肤很多营养 所以这个撕拉面膜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的伙伴也已经 来给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在外面 在外面已经把这个撕拉面膜做好了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就是全脸这样子给它涂上 涂的手法 由下往上 由下往上 你要想让你的脸微的话 一定要记得由下往上 千万不要来回涂 不要转圈圈图 不要来回涂 就是从下往上 更不要从下往 从上往下 大家都知道地心引力 所有东西都是往下垂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提拉 手法是从下往上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通常如果我们在家有时间的话 我们连颈项 这边颈项都可以涂抹的 我们颈项全部都可以涂抹 因为我们的面膜真的是 太便宜了 12块钱 我真的没有遇到过这么便宜 这么好的产品 所以我们敢敢地用 千万不要舍不得 所以我们从脖子开始 这样子一直往上提拉 来 阿珊帮我撕掉 那涂完之后 我们在涂之前已经放了我们的逆灵六件套 因为它的皮肤是可以用 非常适合用逆灵六件套 所以我们用完了我们的保养品之后 才敷我们的这支撕拉面膜 所以我也遇到一些伙伴说 我用完了puling gel就敷了面膜 后来我说那你那个面膜其实是 很多功效没有用出来 一定要用完我们的保养品 看 非常的清洁 那个皮肤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撕拉面膜 好像第二张脸皮 有点那个画皮的 那个电影的那个画皮的感觉 这个晚上出气是有一点点吓人的 来 谢谢亲爱的 谢谢 但是呢 真的 这个面膜呢 是我们如果是干性的皮肤 我们建议一个星期呢 就是可以用三次吧这样子 那有些油性痘痘皮肤呢 其实可以用至少四次以上都可以用 但是一定要先用我们的保养品 保养品之后再用我们的 保养品之后再用我们的这支面膜 不可以直接说 最好不要直接涂在脸上 用完保养品之后 那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痘痘皮肤 暗疮痘皮肤 那这支面膜呢我们是可以 就是只是涂在它痘痘 暗疮粉刺痘痘的地方 可以局部使用的这个面膜 即便你不全脸使用 你是可以局部使用的 尤其是T字部位 我们可以局部使用 好了 那我们清洁之后 我们第二步 护肤的这个第二步是什么 第二个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保养 那我们真的很幸运 爱多美为我们预备了 被我们各种皮肤类型 都预备了最好的保养品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我们的逆龄六件套 这个逆龄六件套呢 是谁可以用呢 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用 每个人都需要用 只要你怕老 每个人都需要用 但是因为有些人的 这个皮肤它还有一些 这个皮肤的这个问题 因为有些人呢 他会有一些皮肤问题 所以呢我们会先 把他的皮肤问题解决 调理 调理到他的皮肤正常之后 我们再给他推这套逆龄六件套 逆龄六件套真的是 人人都需要 只要过了25岁 所以人人都需要用 那么我们的就是说皮肤 我们这边有一套AC 来给大家看一下 AC三件套 这套AC三件套呢 是对痘痘油性皮肤 痘痘油性皮肤 这套痘痘油性皮肤 通常呢 其实是 大多数是因为缺水引起的 有一些是因为荷尔蒙分泌啊 或者是内分泌失调 大多数 痘痘油性皮肤 可以了 是因为缺水引起的 我们拿到这边来 可能要 痘痘油性皮肤 还有补水三件套 痘痘油性皮肤 我们会这样给它搭配 如果它是油光满面的 这种皮肤呢 是真的是缺水 非常的缺水 我们管它叫 油性 缺水皮肤 那么我们给它 这个搭配的时候 是要给它 补水 保湿补水 保湿补水 然后 这个叫什么 控油调理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搭配 六件套 我们也是六件套 只是我们是补水 加保湿的六件套 那这个保湿补水呢 人人都需要 我们的皮肤 如果没有水分 干燥的话呢 你就用这些 营养的护肤品 很容易说受到刺激 所以我们一定要 先给它补水 那我们的使用顺序 偷呢 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要先用 这两只偷呢 镇静爽肤水 还有这支保湿补水的爽肤水 两支爽肤水可以一起使用的 两支爽肤水可以一起使用 然后我们的这支补水的精华 这支补水的精华 补水精华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 这支AC调理 AC调理使用的时候呢 AC调理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是 这样一滴 加上 三滴 镇静爽肤水 这样三滴 混合在一起 全连使用 全连使用 拍在脸上就好了 这个镇静爽肤水 适用于所有的肤质 油性 干性 混合性 敏感性 镇静爽肤水 所有的肤质都适合用 男士哈 剃完那个气须之后 把它拍在脸上 非常的镇静舒缓 然后呢 清清凉凉的 也是非常的舒服 所以呢 男士也是 剃须之后 用这支镇静爽肤水 也是非常棒的 镇静爽肤水之后呢 这个AC调理溶液哈 因为它里面有这个 柑橘精油的成分 所以呢 它也有这个 淡化痘印的功效 所以当你有痘印的时候 你也可以局部涂抹 有些人说 哎 我发现有用这个哈 我的脸上的斑点 好像变淡了 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 Vitamin C 还有这个柑橘精油成分 所以它是可以帮我们淡化痘印的 所以也可以说局部的地方点痘 当你要全脸使用的时候哈 我是建议你用那支加上 全脸使用的话我会建议你 一滴加上这个3滴 好 全脸使用 那么这一支 叫滋润乳液 这个滋润型的乳液 滋润型的乳液 你虽然涂在脸上感觉是 好像很滋润 但是非常的干爽 不会油腻 它有很好的控油的效果 所以这支滋润型乳液也是非常需要 因为我们的皮肤出油就是缺水 非常缺水 所以这个滋润型的乳液也是非常需要的 那么如果是跟这个Aqua爽肤 Aqua三件套搭配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Aqua Cream 当成白天用的日霜 那这个滋润型的乳液呢 我们可以当成晚霜来使用 那么这个使用顺序 这两支爽肤水可以先用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很多人在中心都有问我这个问题 到底这两套产品怎么搭配 我真的是每天都能遇到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所以爽肤水先用 用精华的时候 大家记得先用水状的精华 先用水状的精华 精华液呢 是可以两种或者三种不同的精华在脸上用 可以一支补水的 一支抗老的 或者是一支美白的 但是使用顺序 先用这种水状的 然后是凝胶状 然后是cream的 那个膏状的 精华 然后呢搭配我们的这个调理 AC调理精华 白天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搭配了 白天可以这样子搭配 这个可以当一支白天的日霜来使用 因为它是帮助我们锁水的 就像我们的这个水杯的盖子 它是帮助我们锁水的 晚上呢我们加上这支滋润型的乳液 这个乳液呢它是非常的保湿的 晚上我们可以这样子搭配 这个就是我们的AC三件套 AC三件套对痘痘油性皮肤是非常棒的 非常有效的 所以当我们的皮肤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给它们搭配我们的这个AC和保湿补水三件套 当调理好了之后 用一段时间调理好之后 我们再给它们用我们的这套 逆龄六件套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皮肤呢 就是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 说是非常敏感的皮肤 每次它都觉得我用什么产品都会刺刺痛痛痒痒 这种敏感皮肤呢 也大多数是因为缺水引起的 这个AC帮我收一下 谢谢姐 然后那个再生 Coming Care 那我们爱多美还有一套也是 也是我每次出国旅行一定会带的 为什么出国旅行一定会带 这个再生三件套 因为每次出国旅行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变化 或者是水土不服吧 皮肤也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每次我只要一出国 我是一定会带这三支产品的 因为出国旅行的时候 这个皮肤很容易干燥或者是过敏 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国家 所以当皮肤过敏的时候呢 我们是一定要用这套 舒缓三件套 非常棒 那它的这个镇静爽肤水 跟那个AC的镇静爽肤水是一样的 它是帮助我们的皮肤镇静 还有舒缓 它里头含有九大草本植物成分 它是非常就是 所有适用于各种皮肤类型 所有皮肤都可以用的 镇静爽肤水之后呢 我们的这一支精华 这一支再生精华 这支防敏精华 它是浓缩的精华 非常浓缩 浓度非常高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也是一滴 加上镇静爽肤水 3D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全年使用 所以这支精华 在使用的时候 最好呢 是要搭配这个 镇静爽肤水 它也是帮助我 sorry 它也是帮助我们的皮肤 镇静 舒缓 同时给我们的皮肤 这个营养 那这里面呢 这支 Flora Milk 这支乳液 真的是超级棒 我们晚上 真的是每天晚上 其实都应该用 你用完之后 第二天早晨 那个皮肤 就像牛奶一样 牛奶般的丝滑 滋润 所以这支镇静乳液 舒缓乳液 它叫Flora Milk 为什么叫Flora Milk 它用完之后 真的你的脸上 是那种牛奶般的丝滑 真的是要用 我是每次出国的时候 一定会用这三支产品 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也经常拿这支产品 代替我的晚霜 就是说我晚上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搭配 用一部分逆鳞的产品 但是这支精华 这支乳液 Flora Milk 这支我会经常当晚霜来使用 因为它里面有 24小时保湿的因子 所以你如果是经常睡在那种 空调房间 有那种冷气房 一定要用这支产品 或者你即使用完了 逆鳞六件套 再加一支 这个Flora Milk 这支乳液 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可以镇静舒缓 然后还可以给我们皮肤营养 最重要它是保湿 非常的保湿 保湿滋润 但是不油腻 保湿滋润不油腻 当你如果真的是觉得 有一点点不能吸收的时候 很简单 不管是哪一支产品 如果你觉得它太过滋润 还是油腻 都可以加什么 镇静爽肤水 很多产品都可以加镇静爽肤水 当我们用一些cream的时候 我们觉得皮肤好像有点 吃不了那么多营养 稀释 给它稀释 加这个镇静爽肤水 你再用 肯定吸收得很快 而我们的这些产品都是什么 纳米技术 爱多美的产品全部都是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 吸收得非常的快 直接到达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 除了这两套镇静 再生三件套和AC三件套之外 那就是我们的 这个 哇 最棒的逆龄六件套 逆龄六件套 真的是人人都需要用 只要你不想变老 只要你怕老 人人都需要用 你看我们的智圣玫瑰大师 本来是大叔级的 现在已经用成了小鲜肉 自从用了逆龄六件套 真的 年龄是大叔级的 但是现在绝对是能跟我们的 灌摇大师一样 已经成为了小鲜肉级的 今天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我们的灌摇大师 玫瑰大师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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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 教你们一个瞬间玫瑰的方法 大家自己可以考虑 怎么样成为瞬间玫瑰 那我们的这个逆龄六件套呢 一直掉 我们的逆龄六件套 我们的这个 有一天可以 我们请我们的玫瑰大师 智圣大师来分享 他用的也是 我看他在中心 就是这套产品也是 擦擦擦 超级爱美的 超级爱美 那这个逆龄六件套呢 真的是哈 里面有六大 世界顶级的专利技术 大家知道 皮肤衰老 我们人体衰老 主要是什么 细胞的衰老 所以呢 我们这套产品叫什么 Cell Active Cell Active 所以它是帮助我们的皮肤的细胞 再生 让我们老化的细胞呢 再生 让我们年轻的细胞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人的皮肤的老化 就是基本上是 老化的细胞越来越多 年轻的细胞越来越少 但是我们现在这套产品呢 是让我们老化的细胞 开始变成年轻的细胞 所以这个比例 从这样的比例 变成这样的比例 所以当我们的年轻的细胞 越来越多的时候 越来越活跃 当我们的细胞活跃的时候 就代表着我们又怎么样 重返青春 所以我们的这套产品 就是帮助我们的细胞 重返青春 让我们童言再现 那这套产品呢 我曾经听我们的历燕老师讲的 哇 超级专业 所以呢 但今天时间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再把里面的专利技术讲一遍 但是它的主要的原理 就是让我们的细胞 变得更加年轻 细胞变得更加活跃 那这样子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 就会越来越快 那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变快了 我们的皮肤的更新的周期 也会越来越快 那这套产品 我们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使用的这个顺序 首先呢 就是这支Tona Tona 它是有软化我们角质层 给我们美白保湿补水的功效 用完这支Tona之后 就是这支安平 这支全方位修复我们皮肤 所有问题的安平 它是一支绝对是一支万能的 全能的安平 我们这套产品哈 它的功效叫D-aging 它不仅仅是有这个anti-aging的功效 它还有D-aging D-aging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年龄是倒退 让我们的年龄倒退 让我们皮肤的年龄减少 D- decrease 可以减少我们的年龄 它不仅仅是anti-anti是防老 还延缓衰老 那我们这套产品还可以让我们的年龄 回到我们的最佳的那个皮肤状态 所以这套这个安平呢 是全方位修复我们皮肤的问题 用完这个安平之后 我们的顺序是这支抗老的 逆龄的精华 它是给我们的细胞营养 给我们的这个皮肤的细胞营养 所以呢它是Cell-Active Serum 它是一支给细胞营养的精华 这支精华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眼霜 眼霜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做一个按摩的动作 按摩的动作 那有伙伴跟我说 我去这个美容院 这个美容师说要这样按摩 我去那个美容院 那个美容师说要那样按摩 说我到底该怎么按摩 所以我说不管你怎么按摩 不要就是这样子来回来回的 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 这样子 如果是黑眼圈的问题 这样子按摩 如果是有眼带的问题 稍微压一下你的这个眼部周围的穴位 眼部周围的穴位 轻轻地按一下 不是这样走 是按 按 这样子 一边按摩 一边按 轻轻地按 这样子 如果是黑眼圈呢 我们直接是给它推开 推开 这样子 所以呢 最好就是一个方向 转圈也好 或者是从里往外推也好 最好一个方向 不要来回推 因为我们眼部的皮肤 是我们脸部皮肤的三分之一的厚度 非常的薄 所以我们在按摩的时候 手法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轻 那是你的眼皮啊 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对待 所以呢 眼霜用的时候 配合一个按摩的动作 有些人说我有油脂力啊 用了眼霜有这个那个的 不是用了眼霜你才有油脂力 是你没有用眼霜才会有油脂力 油脂力也是因为眼部的皮肤非常的干燥 才会造成油脂力 所以有油脂力没有关系 做这个按摩的动作 坚持一段时间 油脂力肯定会消失的 那白天呢 我们就会搭配这支Lotion 这支我们在新加坡 因为天气 好像这个气候哈 比较潮湿 炎热 所以我们白天呢 会把这个Lotion 当日霜来使用 那么它的主要功效就是 锁住我们皮肤的水分 给我们皮肤保湿和锁水 那晚上我们会 把这支营养霜再用上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这个营养霜去掉这个Lotion 但是如果有些人的皮肤非常的干燥 非常的干燥 我们是可以这样的一个顺序 用完了Lotion 晚上加上营养霜 营养霜呢 主要是给我们的皮肤修复和营养 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皮肤呢 是最佳的这个修复的这个时间段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皮肤是需要修复和营养的 所以这支营养霜每天晚上一定要用 是这样的一个使用顺序 那这套产品呢真的是 真的是人人都需要 只要你不想变老 不是说谁可以用谁不可以用 谁都可以用 只不过在你有皮肤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先把我们的皮肤问题解决了 然后还是可以用这套产品的 现在我们换过去 那说完我们的保养和修复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防晒 护肤三部曲 清洁保养防晒 防晒呢也是真的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讲到防晒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说 这上面所写的 SPF50 那它代表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大家知道这紫外线呢 有一种是UVA UB UVA紫外线呢 它是直接伤害到我们皮肤的真皮层 那么它是会造成我们的 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 还有就是造成我们黑斑 皮肤的这个老化 都是因为UVA的紫外线造成的 那么UVA呢在这上面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防晒霜上写的PA 当防晒霜上写PA++++ 那个加号就代表着预防这个UVA 对皮肤所伤害的那个时间 一个加号四个小时 所以我们爱多美的防晒霜呢 是三个加号 那么就代表着三乘四 十二个小时 就是这支防晒霜 它是可以预防UVA 对我们的皮肤的伤害 十二个小时 那么SPF50 这个50呢是指的是UVB UVB紫外线 UVB对皮肤所伤害的那个时间 它是预防UVB 对紫外线所伤害的时间 正常情况下呢 在太阳下面 我们皮肤晒伤晒红 大概就是15分钟 所以呢以15分钟为一个单位 那么SPF50就代表着50乘以15 是多少 750分钟 750分钟大概就是12个小时 所以SPF50呢 是说我们的防晒霜 可以在太阳下面呢 实际上是可以抵抗UVB紫外线 十二个小时的 那么这个UVA和UVB呢 都是造成我们皮肤老化的 原胸凶手 所以真的我们是要 每天出门都需要用 即便你今天说 我没有在这个太阳下面走 但是这些灯光 也是会给我们的皮肤 造成这个伤害的 所以呢防晒霜是一定要用的 那我们新加坡的防晒霜呢 实际上是有四支 那这个防晒霜实际上 是有两个颜色 除了这个是肤色的 还有一个是白色的 那除了这个两支是SPF50的防晒霜 那么我们还有非常棒的一支玫瑰隔离霜 还有这支BB霜 这个BB霜的防晒效果是SPF30 那这个防晒霜呢 这个隔离霜也是30 那这个隔离霜呢 它呢除了里面有这个玫瑰水 还有这个珍珠粉之外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它里面含有一个成分叫角莎锡 这个角莎锡呢 它实际上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成分 角莎锡 它呢以前是只有在鲨鱼的肝上面 才可以萃取的一种油脂 叫这种成分 那么后来呢由于环境保护 还有这个动物保护人员呢 后来科学家发现 从橄榄油还有甘蔗上面 也可以萃取到这种物质 叫角莎锡 它呢可以在我们的皮肤上 形成一层保护膜 可以抵抗空气中的这些污染 还有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所以它是可以给我们皮肤 保湿补水 而且也很好的这个抗氧化的作用 角莎锡 所以呢这个成分呢 被添加到我们的这支隔离霜 防晒隔离霜 因为它可以给我们皮肤 形成一层保护膜嘛 所以它就可以帮我们皮肤 这个抵抗紫外线的这个伤害 所以这个角莎锡就在我们的这个成分 这个产品里面 大家知道其实外面有一个非常昂贵的品牌 是LAM 后面还有两个字母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中文名字叫海什么之谜 那个产品的系列呢 很多它也是含有这个成分 那个系列的产品 它有也是含有我们的这个角莎锡的成分 但那个产品的价格呢 应该是我们的产品的 至少是十倍到二十倍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产品多少钱 我们这支防晒隔离霜多少钱 哇 很多人都用过 那这支产品怎么用 现在我们看一下使用顺序 使用顺序 用完了我们的保养品之后 用我们的防晒霜 用完防晒霜之后 再用我们的隔离霜 如果是你想再用一个这个 就是像Fundation一样 你可以加这支BB霜 BB霜和这个隔离霜呢 也可以掺在一起用 如果你不用BB霜呢 用完防晒用隔离 也可以用完防晒 用我们的BB霜都可以 但是我建议每个人其实真的都可以 都需要用这支防晒隔离霜 用完防晒霜再加这支隔离霜 这支隔离霜用完之后 你的皮肤就是那种 玫瑰般的那种粉粉的嫩嫩的 那个脸非常有光泽 那个肤色看上去是 非常的健康的那种颜色 有光泽 所以这支防晒隔离霜 我建议人人都可以用 而且它是敏感皮肤都可以用的 它有很好的保湿美白的效果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 谢谢 谢谢我的伙伴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这个美容产品呢 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呢 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加坡的 五间教育中心 来了解我们的这些美容产品 那美容就是让我们的皮肤变漂亮 除了用好的 用对了美容产品之外 还有很重要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非常的就是说 开心健康还有快乐 所以呢 愉快的心情 健康的生活方式 都是可以能让我们永保青春 变得越来越年轻和漂亮 所以呢 祝大家在爱多美呢 都可以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年轻漂亮 so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